大家好,我是唐莉儿 今天来做一个非常好吃的下饭菜 酱爆莫鱼丝 在超市里买了一条两公斤重的开土费式 超市里已经给洗得干干净净 今天就先来用这个500克的大脑袋 来做这道菜 先来用鱿鱼头炒菜 切成四个的 这是鱿鱼须 先来将墨鱼须改刀成细一点的丝 尽量切得粗细均等 锅中水烧开 下入切好的墨鱼丝 快速的烫一下 不要超过30秒 不等水开就赶紧捞出来 如果墨鱼丝的量大 你可以分两次烫 这样不容易烫老 接下来准备一些配菜 三四个青辣椒 半只洋葱 一块生姜 四五瓣大蒜 鲜姜 辣椒 斜刀切成片 如果你不喜欢特别辣 可以把它的籽取出来 半只洋葱 切成丝 用手将切好的洋葱丝 抖开 两三根小葱 切成葱段 一小块生姜 切成姜片 四五瓣大蒜 同样切成厚一点的片 所需原料 我会写在屏幕上和说明区里 所有原料准备好之后 锅中放少许食用油 油热后 先下入一小撮花椒 炒香 然后下入洋葱丝 和姜片蒜片 快速的翻炒出香 接下来加入满满的一大勺 咸面酱大约40克 和洋葱丝 将蒜片一起炒香 然后下入空干水分的墨鱼丝 一条大火 快速的翻炒 加入两茶匙生抽 和一茶匙老抽橘色 两茶匙蚝油 再加入一大勺大约30克的豆豉酱 这个没有可以附加 快速翻炒 让墨鱼丝周身裹满酱料 再加入准备好的青椒片 快速短暂的翻炒 断一下声就可以了 然后加入几粒鸡精和二分之一茶匙的白胡椒粉 快速的凤薯翻炒一下 倒入准备好的青青段 再淋上几粒香油 做鸣油 翻炒几下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注意这大菜一定要大火快速的翻炒 否则墨鱼容易变老 香喷喷的酱爆墨鱼丝的味道 已经充满了房间 非常的诱人 这道菜做起来快速简单 关键是非常的好吃下饭 加一块尝尝 又嫩又弹牙 充满了浓浓的酱香味 每次做这道菜都特别的受欢迎 如果你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我是唐粒 喜欢我的食谱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任何问题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谢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让我们下期再见